中方是已经退出了 有关于菲律宾军事基地的改造 还有这个地方 这是苏比克湾 还有克拉克铁路的计划 现在菲律宾要寻求日本跟美国 它这个价值是大概是 人民币62亿元 这个铁路的计划要提供资金 但是日方美方是不是愿意呢 这还是一个还可以再讨论的部分 美方没有技术也没有金钱 也没技术也没金钱 只有日方 但是日方要不要做这个亏本生意 对 考虑一下 对 好好的思考一下 我接下来请教一下介大师 因为除此之外我们看到 同样是东协国家的印尼 现在讲话也蛮不客气 对这个菲律宾 印尼的前外交部长维拉尤达 他接受了《环球时报》专访的时候 他说所有地区的国家 都不希望潜在冲突 演变成为公开的冲突 但是他直接骂了菲律宾 他说这个菲律宾就是 我行我素在削弱东协的团结 你怎么看 确实菲律宾是清美比清东协还放在前面 对 他现在又清日 把东协也丢在一边 因为从地理上角度上来看的话 印尼 菲律宾是离东协区域最遥远 它是一个纯海洋国家 虽然印尼也是一个海岛国家 可是印尼跟这个 它等于说它是在这个东协的核心地带 所以印尼在东协里面扮演是一个领导的角色 相对的菲律宾本来就是一个疏离的角色 而且印尼跟这个在菲律宾里面 这个菲律宾的南部啊 有很多省份是属于回教的省份 长期他们要脱离菲律宾的 那受到菲律宾的 以天主教为主的这些 其他岛屿的这些 政军人士长期的是镇压屠杀 所以事实上的话 菲律宾跟东协国家的 辞职的邻邦的关系都不好 所以它跟这个马来西亚 它常常就说 我这个南部的这些 所谓的回教叛乱省份 是马来西亚在背后怎么样 支持的 印尼也什么 也在背后支持 所以事实上的话 这个东协里面 其实最疏离的 最跟东协的主体的这个 国家跟主体的这个 族群跟主体的宗教国家 是疏离的很厉害的 所以最近几年的话 事实上菲律宾 你看它在东协里面 它有响应东协的事情 它是带着头 跟着美国 带头是什么 去把东协在南海问题 最主要是希望尽早达成 南海行为准则 这个谈判的这个南海最重要的政策 它不但不抱着一个支持的角度 它还抱着一个破坏的角度 其实这就是在破坏东协这些在南海有利益国家的 基本利益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它已经走过头了 所以被这个东协老大 这个印尼指名批判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小马可事实上是很不治 他事实上他为了美国 为了日本 他把他的临方关系都搞坏掉了 搞坏掉了 然后呢 他从美国日本 现在就看了 他现在苏匹克湾到这个克拉克工军基地 他这条铁路 他所求能不能 能不能得到美日的重视 那这个案子 他没有是不是经济部长去谈的 是他的国防部长去谈的 所以国防部长去谈铁路 意思就是说这是安全战略的问题 提升到非常高的层次 可是我觉得第一个 这个价钱事实上的话 是比较高一点 然后呢 对美国跟这些日本来讲的话 事实上的话 你说能够得到多大的好处 未必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小马可事目前这条路 你看美欧的真正的支持 发自内心的得不到 然后呢把这些东协国家 也得罪了 可以说陪了夫人又得兵嘛 然后自己的这个 特种兵的这个声誉 又怎么讲 又毁于一旦 还打不过海警部队呢 被打得骨头都折了 对不对 武器也没收了 真的是丢脸丢的丢大了 丢脸丢大了 帅将军要补充一下 为什么菲律宾要用国防部长 拿出 克拉克基地跟这个 美日 这个海上那个 苏比克湾 因为这两个东西 是当年美国在菲律宾 投资很多的两个军事基地 一个是空军 一个是海军 对 那么它的诱因是说 你美国愿意投资这个铁路的话 这两个距离将来可以让你一个所用 你可以节省很多投资 但是它 它打了算盘 它打了算盘 如意算盘 那你美国要不要 但是美国现在很惨 第一个没钱 对 第二个做这个高铁 没那个技术 自己都做不出来 对 所以有这个诱因 但是没有这个技术跟这个能力 所以这个问题 为什么有国防部长提 因为要不要商务部长提 对 就是拿这一点 你看看 这有价值嘛 这两个基地远比你在菲律宾那些 北方跟南方的小岛上去搞那个新基地 要省钱嘛 它不是没有诱因的吧 但是美国会不会做 我们不知道 对 那日本会不会做 日本要不要做 那看日本 日本有没有这么强烈去支持你菲律宾 我不知道 对不对 最近他们的防长又跑到这个 又跑去跟这个美国跟日本 要求日本出来干嘛 帮他修那条铁路 从苏比克湾到这克拉克空军基地的那条铁路 那会不会达成 很难说啦 因为这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所以就菲律宾来讲 我觉得就是说 主要是中国大陆的立场 毫不松动 而且呢 关键时刻居然动手 然后超出菲律宾的这个想象 那最近呢 中国大陆这个在南海啊 布置重兵啊 这个三冬号不仅去 然后呢 055大驱也去了 然后呢 还有呢 075 两栖攻击舰都在那边出现 所以呢 就变成就是说 这还是怎么讲呢 国与国之间相争啊 最后还是看军事力量 那军事力量差别 然后最重要 你有没有敢打的决心 对 那现在看起来中国大陆是 上一次出手已经表示出来 所以菲律宾就退了嘛 嘴巴上还是硬啊 可是行动上 你看他已经 已经乖了快两个月了 对 在行动上的确是 看起来是蛮诚实的 因为呢 中非的南海豆发 已经一年多的时间 但是呢 最近有这样的一个转变 我接下来警校一下 蔡委员 因为我们看到上礼拜呢 菲律宾跟中国达成的 临时的安排 菲律宾部队完成了 向仁爱交的补给的任务 那么这一次呢 菲律宾在这个地区 执行任务 首次没有受到解放军的攻击 那菲律宾驻美国大使呢 表示说 菲律宾是在美国 盟友的协助之下 会继续的加强领土的防御 要建立新的安全联盟 好 但是我们来看到 为什么现在小马可是 回到以前好像杜特蒂 那个时候的一些做法 那在7月21号呢 菲律宾政府突然说了 跟中方已经达成了协议 希望呢 可以结束南海仁爱交的对抗 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很担心 美国现在的政坛 风云突变的情况 那第二个呢 就是仁爱交非法坐摊上的船 真的没有余粮了 那第三就是 没有美国撑腰 菲律宾失去了反华的动力和信心 委员怎么看 我觉得菲律宾驻美国大使啊 就像这个杰大使讲的 菲律宾人很会讲话 可是我加一句 菲律宾人也很会讲谎话 舌菜莲花 然后又很会讲谎话 美国盟友帮助你什么 给你五亿美金 五亿美金是要买军火的 那钱就回到美国军火商口袋 对 这等于是美国政府 拿你菲律宾的幌子 拿去干什么 去补贴他自己的军火商啊 对 第二个 菲律宾不是一直要盖一条 从苏比克湾到克拉克空军基地的铁路吗 花的钱也差不多就是六亿多美金 那你为什么美国不慷慨一点 说铁路钱我出了 那不是菲律宾人感到更高兴吗 钱也在菲律宾 铁路也在菲律宾 不是很好吗 干嘛跑去买你美国的军火啊 搞不好要塞一堆手榴弹给他 要不然更糗 火山布雷 火山布雷战 帅将军比我还幽默 所以现在菲律宾要跟中国硬钢 其实他们也知道说 我钢完了我有什么好处 没啦 对 你美国叫我打啊打啊打啊 搞个老半天你给我什么 我给我五亿美元 叫我去给你美国买武器 我看不到现金啊 我跟你讲 美国人给人家的军联 都看不到现金 一定告诉你 我给你五亿哦 给你看一看什么收回去 那五亿就是我要卖你这些武器哦 搞不好菲律宾还要付利息啊 搞不好是贷款的 而不是什么 赠送的啊 而赠送给你又拿一些旧货给你 那有什么意义呢 马亿也是旧货 对啊 对啊 马德雷三号就是美国送的啊 都是很旧的货物啊 搞不好还用很高价的 在美国账上算很高的价格 还欠他人情 这个是中国大陆跟菲律宾互动 菲律宾第一个发现 他讨不到任何好处 那小马可是要玩下去 只会自己找麻烦而已 对 那第二个 的确啦 不只是美国政坛上 没有其他人回应这个事 其他国家人回应嘛 有啊 日本叫一叫两次没啦 没有啊 人不吭声 那想说 奇怪 菲律宾想说 我特技表演演得这么好 你这奇怪就没有掌声啊 对 对 当然就这冰尺摸一摸 准备要下台了嘛 对 那仁爱交的已经找到一条路 可以供应补给啦 那这一次也是用民船补给 他不敢用军船补给 那中国的船在旁边监督着 那菲律宾想说 没有没有没有 你没有检查 没有检查 我再不相信没检查 对不对 好啊 不跟菲律宾人斗嘴嘛 那你这个 没有人给你掌声 又没有人给你实质上的好处 你再继续玩这个游戏 你也玩不出好处来啊 那何况 中国公布说 你这个是马德里山道 这边是破坏海洋生态 环境污染 这两件罪名 一扣上你菲律宾 有个人敢响应你吗 没有人敢响应你嘛 因为海洋生态跟环境污染 是国际工法上的最高要求 你在讲说 我的什么岛叫我的领土 那你军队来打嘛 你干嘛把汇船丢在那边 所以现在没戏唱了嘛 没戏唱了 唱不下去了嘛 那只好鼻子摸一摸 好好反正一下子 要长个楼梯下嘛 就慢慢处理啊 只是这样子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OK 站住 您 那么 儿